英国脱欧对汽车行业带来了影响 再度改写了英国汽车行业的命运 福特是英国最大的汽车发动机制造商 有消息指出 福特将会在明年关闭当地其中一家工厂 哪怕英国脱欧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不过一名支持英国脱欧的亿万富翁 似乎看准了商机 决定在福特关闭工厂的旁边 开设自家汽车工厂 一并吸纳福特的员工 早前分析人士表示 英国当前的低失业率 是企业应对脱欧造成的反常现象 这几个月来有报道指 汽车公司福特将在8月底之前 全球裁员数千人 管理层岗位减少两成 每年预计可节省6亿美元 为了重组欧洲业务 福特也在6月宣布 明年将关闭在英国威尔市的一家发动机工厂 导致工厂的1700人饭碗不保 65岁的英国顶级富豪 吉姆拉特克利夫看准商机 他旗下的英国石油化工公司 英利士宣布 将在福特关闭的工厂旁边 建立一家新的汽车工厂 专门生产越野车 初步计划事先雇佣200人 接着在未来四年里聘请500名员工 汤姆说一旦福特公司关闭之后 这些拥有熟练技能的人才将没有工作 因此他们开设的新工厂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脱欧的负面影响也迅速蔓延到航空业 欧洲航空巨头空中巴士公司Airbus早前表示 英国如果无协议脱欧 这或许将导致他们被迫改变未来投资 包括搬迁在英国的机翼制造工厂 不过该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 如今告诉法新社 他们关注硬脱欧的风险 但是不会像之前所说的那样 将业务转移到英国境外 他说距离脱欧大线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会竭尽所能做好准备 NTV7综合报道